- 这边比赛开始,来到了玉小城,我们看一下AZ,这边是谁,但是潜伏RVV,这边是作为保卫 -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AZ的进攻节奏似乎是有些快低时间 - 哦,有人掉线 - 这边应该是出现了一个掉线的情况 - 还好,刚开始 - 大家先不要那么紧张,大家慢慢来 - 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别紧张,虽然说是绝胜 - 哎,我怎么觉得现在对AZ来说好尴尬而已呢 - 因为为什么呢,他现在已经不比常规赛了 - 这个要是这一分,要是丢掉了,那可就真是 - 我在想这个,AZ的 - 等下现在会不会后悔这个当初选队的时候选了VV - 是,怎么感觉好难选了一个 - 真的感觉就像选了一个强队一样 - 我们这三个人真的是很强 - 两枚小将也发挥不错 - 手雷来了 - 在关小阳站出来 - 关键,这小将新人都是在这种比赛中成长 - 我相信他们经历了这一次机会 - 我觉得如果说到下个赛季 - 唯一战队我觉得肯定会比这个赛季打得更好 - 对 - 我坚信这一点 - 继续回答比赛 - 好,刚才还是刚才那个战术两人先在中路进行第一时间的侦查 - 发现没有人以后召唤队友 - 你看AZ第三张地图就明显和三张地图不一样 - 打得非常的坚决 - 对 - 李斯兰一上来就拿大炮 - 而且依然是非常自信 - 对,直接打掉了二代 - 这个不服不行,我服李斯兰,对,真的是 - 哎呦,真的是 - 关键时刻啊,就一下就站出来了,对 - 好,那这样的话 - 七外直接在低包点被打掉,那现在 - 我们的AZ是顺利的上到了低包点,而且已经安包 - 啊,这一分又看到了,很感到 - 二位五,二位五,而且烟雾冲死了 - 应该是真的没有机会 - 哇哦,AZ这一下真的是怒了,上来就是一个小春天 - 可以说上来AZ这一分,其实是,怎么说了 - 这个给VV看的 - 这一分,我觉得上来这一分很关键 - 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 对,态度 - 但是李斯兰真的是 - 我服 - 真服他,他真 - 就是总是在 - 打不开局面的时刻,他突然就站出来了 - 他是为队伍打开局面的这样一个人 - 对 - 而七零呢,是在关键时刻为队伍挺身而出的这样 - 有一支队伍有这样两个人 - 其实有这么一个人就已经很吓人了 - 但没想到居然有两个这样的人 - 然后亮亮,舌哥和翼文这仨人 - 就是时不时关键时刻给你来个爆发的人 - 真是难以接受 - 对,所以说这支队伍就是很可怕 - 那这一下李斯兰还是在这里等 - 草莓会下去吗 - 很好奇啊 - 李斯兰还是选择拿大炮 - 我个人觉得并不赞成 - 因为说实话,你地局拿到大炮 - 已经是给对手制造压力了 - 是 - 加于在拿,毕竟潜伏两把大炮 - 哇 - 潜伏两把大炮一旦下完包之后 - 就我觉得就是手的时候不太好 - 博德七零这个中国还是很厉害 - 对,直接刚掉了七歪 - 尹芬这边都占领这个保卫这个家了 - 哇 - 这 - 好吧,李斯兰我收回我刚刚说的话,好吗 - 我收回我刚刚说的话,我错了,好吗 - 你厉害,我服 - 啊,是真服啊,这个没有办法 - 因为我们从草莓的脚 - 呃,可以看到,他是先看见了李斯兰的枪 - 啊,这个 - 呃,这个 - 哇,七零的手枪再次发位 - 又是一个春天 - 连续2比0 - 这叫什么,这叫枪影 - 枪影就是任性 - 任性 - 不讲道理,上来就是跟你刚 - 对,我在给你讲道理 - 你给我讲什么道理啊 - 我就是枪影任性 - 讲枪法 - 我不知道李斯兰 - 我个人建议啊,这把不要再拿大炮了 - 这个最好还是拿个步枪 - 但我真怕李斯兰对吧 - 再次打我的脸 - 然后视角一切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 - 哎,李斯兰怎么 - 我想李斯兰对吧,会不会继续拿吧 - 是,还是, oh my god - 我的颠,兄弟要不要这么任性 - 这样的话,前两局分别是李斯兰和七零 - 就是这个先声夺人吧 - 这些为团队打开了突破口 - 刚才这一局要把双狙战术完美演绎一把 - 对 - 它们其实是三局的,我们可以看到亮了 - 其实有时候也会拿大炮 - 不过这下还好 - 拿着一把M4就直接往上走了 - 如果确实啊,狙击是一个破点的一把力气 - 哎,悄悄的来了 - 那这边啊 - 因为知道AG那边是狙击多 - 必须打了,闪光 - 一个闪光 - 然后李斯兰又是李斯兰 - 李斯兰又是率先建功 - 真的是一全残啊,李斯兰真的是全残 - 双修的No.1 - 没有办法交流的主人 - 没有之一 - 没有之一 - 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认双,李斯兰是双修No.1 - 双修谁最强 - 双修谁最强 - AG找李斯兰 - 哈哈哈 - 漂亮李斯兰,这边四个啊,这你能解释吗 - 啊,AG - 啊,CF双修哪家强的 - 成都请找李斯兰 - 哈哈哈 - 太好了,太好了,李斯兰我服 - 一个大写的福子 - 这边是VV战队交了一个战停 - 确实上来AG战队这样的一个双俱战术 - 真的是让VV战队苦不堪言啊 - 对 - 李斯兰一个人这样一个大炮真的 - 代价七零 - 就是让对方感觉 - 不敢乱动啊,真的是不敢乱动 - 是 - 你一乱动就不知道那个大炮是在哪里等着你 - 对,而且我不动 - 我在后点手还是能被李斯兰这样的一个 - 拘掉 - 大炮给拘掉,真的 - 很难接受,就是 - 我不能往前走 - 我从这个防锁点位走出去 - 他把我拘掉了 - 那么首先也就是封锁了他封锁了我的视野 - 对吧,封锁了你的视野以后呢 - 你躲在后头也不行 - 带蒙现在有点 - 有点蒙 - 有点又呆又蒙 - 退出这种感觉 - 现在这真的被李斯兰给拘懵了 - 你看七歪也是 - 七歪也是 - 这什么玩意儿啊 - 这游戏怎么打 - 这李斯兰搭话这个太假了 - 这七歪在想这李斯兰搭话太假了 - 再想办法 - 我故意他们想到一个办法就是 - 冲 - 冲 - 是可以 - 冲是可以 - 前顶 - 继续贯彻我的前顶战 - 而且现在AZ我们可以看到三把战术都是靠近B点 - 所以的话实在不行就A大直接压出去 - 压缩一下他们的进攻空间 - 然后再考虑是否就是说从中路 - 然后冲到A大以后再从中路回来 - 再找一找机会或者是从下川回房 - 李斯兰真的是太让人觉得意外了 - 萧哥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 对于李斯兰的这个评价 - 我一直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选手 - 虽然我平时私底下嘴上不这么认可 - 我总不能傻 - 反正我们俩是互开玩笑的 - 他也经常骂我 - 然后但是有一说一在比赛上来说 - 这个李斯兰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全场 - 不可多得的全场真的是 - 双修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国内CF双修第一位 - 他是能把步枪和TG都打得非常紧张 - 和初心无法的没有办法 - 这没有办法这是天赋吧 - 当然我也不能忽略了另外一个人 - 他就是上一阶的巨神的昌王的所谓的 - 研究也是双修 - 也是双修能力很强的 - 这些人我觉得都是属于那种天赋性的 - 真的是为这个游戏而生的 - 对有游戏人打得好那真的就是天赋 - 可能他不需要别人下那么多的功夫 - 那么多那么多努力 - 对吧 - 但他总是在游戏当中和比赛当中发运 - 这就是我觉得天赋性的问题 - 对而且他接受能力要比一般人要强一些 - 对就像有游戏人天生唱歌好 - 有人天生会跳舞一样的 -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天赋人 - 是的 - 而且最主要他的M4和AK其实也都打得很不错 - 李三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小故事 - 其实他 - 我不知道上次陈明星起子 - 那个比赛时候说了没 - 李三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场 - 在09年成都冠军那时候 - 那时候第一阶级举办了一个 - 成王军大赛的时候 - 他那一阶级就拿了比赛 - 我印象特别深刻 - 因为那一次 - 成都冠军那时候好像 - 对我们队伍我们是荷兰队吗 - 他们是陕西队 - 我们分到一个小组队 - 有过交手 - 然后场下也有这样子 - 他那时候其实都已经成名了 - 第三成名就在成都冠军那时候 - 然后当时他陕西队被别人挖走了 - 队被龙星二队 - 对 我觉得没错 - 应该龙星二队被挖走了 - 他们也是有一定成名 - 他和一门都是陕西队的那时候 - 一起被挖走 - 怪不得 - 一起被挖走 - 这个扯得又久远了 - 09年的事情都扯了 - 可以打一下秦桧牌吗 - 今年的总决赛好像也是在成都吧 - 对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 成都的观众们有福了 - 对 - 结果我觉得好多比赛都在成都举办过 - 像CFS WCD的那年的中国赛区都在成都 - 天府之国吧 - 我以前读书也在那边 - 成都火锅不错 - 火锅很好吃 - 火锅很好吃 - 回去还可以叙叙旧 - 以前的很多老队友也都是成都和重庆人 - 成都的妹子也漂亮 - 真漂亮 - 真不吹不黑 - 这个有一个 - 不能聊了 - 不能聊了 - 会回到比较当中 - 这一聊就没完了 - 扯了没边了 - 扯了没边了 - 扯了有点远 - 为什么我们突然一下再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一下就积极了呢 - 好奇 - 这边打了 - 果然选择了一波A点 - 这个闪光完美 - 已经摆了 - 漂亮 - 直接上了一个波涉 - 还好 - 十二哥这个闪光真的好啊 - 这个高爆扔的好 - 哇 - 炸到草莓了吧 - 炸到 - 这个烟雾疯了 - 先不说掉了多少血 - 十滴血也是血 - 好 - 反正就是好 - 好 - 那看一下这边草莓的回房 - 不过我不是开玩笑的 - 确实绝对刚才那几个三个道具的运动 - 以前的这个职业选手的个人能力 - 对 - 有些玩家都不知道这个闪光怎么没了 - 对 - 一出来以后你会发现 - 你有的时候队友说 - 哎兄弟帮我扔个闪 - 没了我出门的时候就丢完了 - 对 - 没事你看看这个4L票的比赛 - 看看接拳手他们的道具是不合一的 - 是 - 真的你自己能提高很多东西 - 对 - 那么现在的话比分来到4比0 - 这开局这样4比0的话 - 微微是否会有些难受 - 或者肖哥你认为有没有可能 - 他们现在有点懵 - 对 - 对于AG来讲有没有可能临风 - 拼了 - 你看现在拼了 - 这边A大姐顶钱 - 对 - 二环二 - 包被打掉 - 这个有点伤 - 包被打掉 - 必须这边也压缺了 - 关键现在三个人全集中在这里 - 有人去断后去了 - 看一下宠儿和7Y的配合 - 哦 - 七零 - 哇 - 七零这边 - 三杀 - 哇 - 七零和这个李四南线 - 现在是比谁的G更准吗 - 你们俩是不是较劲了 - 是不是 - 你们是队友诶 - 好 - 看一下七零这边在红烟里面 - 应该是发现了草莓的洞下 - 漂亮 - 哇 - 这时候 - 再次居神附体 - 啊 - 无比 - 这个 - 感觉VV再输一分考 - 我觉得可能就 - 崩了 - 他会莫名其妙的崩了 - 我都觉得莫名其妙的 - 这么快 - 感觉比赛节奏特别快 - 嗯 - 真的 这场比赛节奏真的很快 - 相当于 - 相当于上一场的这个 - 后破来讲的话 - 这场真的 - 按照上一场现在可能比分 - 还只是到2比1这么一个节奏 - 来了 - 这边P去直接压了 - A点B和 - 二代 - 但这一边对手堵的是A点要进了 - 那这边应该V上的也是 - 应该是判得到了 - 对 - 那这一下去看一下 - 这个二代的这一下 - 偷背身 - 它很稳 - 耐走 - 耐死带走第一个 - 这七零发现漂亮 - 然后绝技打了进去先秒掉了宠儿 - 这分应该是拿下了 - 因为这边A比 - 尤其可以超厚的 - 这边只要一个人打上去了 - 对 - 告诉兄弟们 - 我把A包也占领了 - 这么刚 - 还剩一文 - 哇一文的血量还是不错 - 一打二也不是不可能 - 于文刚才是在这边 - 是把七零给打掉了 - 看下这个三局 - 一打二 - 看到 - 啊夠即秒了 - 直接秒了 - 耳逮 - 哇 - 啊这个拿墙真是 - 这就是一分 - 涛菊 - 涛菊很稳 - 这边节奏不给分了 - 不给分 - 说 - 他直接不给分 - 直接不给分 - 哇 - 6比0了 现在 - 啊這個 - 就真的太关键了 - 当师父有这种感觉 - 风火连三月 - 涛菊看一文 - 哈 - 看看 真的是不给分吗 这样的话 这不给分这个有点 有点不太好啊 不是不太好这个就有点打出激情来的感觉 谁就没什么比赛嘛对吧 谁没被替过光头呢 好看一下这边7Y第一枪放空的 第二枪逮到了亮亮 漂亮 这个甩枪也是很虚幻 谁说不给分的 谁说不给分的 哎呦还不好说 2打3 还奇怪刚才也是 暴走了 我跟你讲现在这场比赛 进行到现在位置已经不是一个 我觉得已经 进入到一个就不可控的一个节奏了 就不是说大家正常想要 哇李斯兰你看这个 这个反应我刚才真的我都没有看清楚 二代站在哪里啪一枪就带走了 只有从地图上看到有这个人影 闪了一下 地图上的那个点确定他的位置 李斯兰真的太可怕了对 而且这样的话两个人 似乎意识上有判断 现在比赛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 都不是他们想要 他们要的那种节奏 对 可能说AG现在 反正一直拿分吧 对吧 反正不管你怎么 你肯定蒙了吧 对吧 我现在就不给你分 AG现在节奏就是不给分 然后VV就是先拿一分 AG现在就拼了 AG现在是拼的状态啊 是 拼到底 其实从刚开始的前两分就可以看 你看那A大连续的G8顶线 那明显就是我跟你拼了 嗯 就这么简单 也不打什么套路 确实 这个5比0 6比0 那个比分 VV战队现在很难受 你我跟你讲 这个局全是李斯坦一个人 真的 我就这么认为 这是李斯坦 艺术导演 这个武枪漂亮 但是两个残血 莫莉 考验莫莉的时刻到了 莫莉这边 莫莉 莫莉可以更大 更大板一点 对 这下抓住李斯坦的一个侧身 这个残局绝 哎呦高爆 哎呦还有东西 还有东西 哎呦躲掉了 这个高爆一门躲掉了 嗯 看看 这个 哎呦一门 一门血量不足 血量不足 啊血量不足被倒掉 拿下这 包个一分 炸弹已解除 一分 自己也无奈的笑了啊 对这个 我刚刚说不给分 因为这个残局没守住 挺不好意思 好尴尬 6比 终于是 了解 明白 呃我想说 其实V阶队稳点打 别着急 你下面的拿三分 其实下面还有机会 对 他能打你一个6比 你也有机会打他呀 所以心态一定要稳住 稳住 好我主 千万不要 不要急 哇这机器又来了 李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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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下 哎呦 先带出七歪 哎呀可惜 但是他刚拒七歪的场景 真的 已经很不错了 嗯 哎 已经这边 齐零 哇这边真是过了一关 又一关呢 齐零应该是知道 这个必须前顶了 所以已经讲好 但是这边A区应该是要打定了 没办法 没有退路了 因为必须前顶了 怎么不对 鱼弓下好像有人 直接被带掉 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二打四的局面 齐零的这个站位还不错 但另外一个队友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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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没没没没没地方啊 啊 无奈之急 哦呦 这是钢 上去拼掉一个 嗯 自己被大力打掉了一半的血量 亮亮那边也是比较残 哦 漂亮 就是因为残血的亮亮应该没有机会应该直接被手 哎呦哎呦 哎呦 不会吧 还好 嗯 因为亮是个残血队应该是有爆点 是的 7比那上半场还剩下最后一分 最后的一分 六秒 六秒 对对对对 这分是被VV拿到了 是 哦 这么快的速度 要压 嗯 继续顶上最后一分 看来VV是飞翔 想拿到这一分的啊 非常想 这个高爆直接甩到十分面前 直接被带走 拼上来拼上来 拼上来 拼上来 七零危险 七零危险了 被刷屏 漂亮 哇 最后剩下李斯兰 哇 甩得不错 但是草莓现在也是 草莓的这个也是比较刚啊 打掉半弦 李斯兰还剩 4招2 诶 诶 诶 悄悄的回来 诶 利用这个进步跳 如果李斯兰能够把这个EV4残局打下来的话 诶 诶 李斯兰心里非常清楚 嗯 他要去拿包肯定就要用手包 对不对 他要很小心一点一点蹭 对吧 慢慢的看 肯定是精神保持高度的激动 嗯 结果被七零在中路给打了 中路打了 这个有点尴尬 6比3 6比3 呃 显然通过七外的一个表情是对上半场非常的不满意 对 毕竟上半场是被对手直接是打了一个6比0 对 6比0开的 还好是连搬了3分是让V战队突然觉得哎 好像还能打一打 对对对对 所以希望他们下半场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不是没有可能 对3分 以前7比2 7比1都被打 平常被打3分 是对吧 3分 赢很多了好吗 哈哈哈真的赢很多了 对 哎呀 才弄乎一半不算多 对啊 以前7比7比2 7比1都会应该下半场7比0 7比1上半 对 6比3上半我觉得很随意 都V嘴 不叫事 对 所以对V来说有机会 嗯 别虚 这台下半场作为进攻方的时候 是否会有更好的战术了 那话是这么说 那我觉得 那实际上其实挺难的 AZ真的很难再给他们认回 上半场就可以看出他们的 上半场真的 刚开始真的就是李沃安在秀 对吧 那个大炮 然后后面七零也秀了一波啊 3加1 好了我们比赛来到了下半场 双方角色呼喚 我们看到VV是单潜伏 保卫这边是OAG龙珠 但是 这波进攻一开始还是选择慢打 也没有像他们上半场 最后那样在作为保卫者的时候 打得比较的高猛 一般有点报道啊 啊 这边直接是顶带了一大 顶带一大有好处啊 就是HV暂时不用手了 嗯 然后就大家说好中路都必须就行 哇 亮亮也真敢在这儿啊 就不怕被穿 对啊 有些人没事就爱 喜欢穿穿A眼镜 对 你像亮亮这样都很容易就死 就很容易被炮 寒冤而死 对 人家只是随便穿两枪 哈哈哈 真的是寒冤而死 打掉一个 李斯南和李文都掉了 有点危险 亮亮这边赶紧 起零 哎呦 混手枪 混手枪 漂亮最爱打掉茉莉 五滴血打掉了茉莉 但是 起零这边血量很差啊 嗯 那边好像直接打A了吧 应该是转A了 转A了 这一个高包 镇刻闪光 光一下 漂亮 但是 这边 哎 不等队友直接上来了 带萌 我有点猛 这个选择 漂亮 哇 亮亮的三杀我都没看清怎么回事 七零 虽然五滴血 在最后是个 还是补掉的宠儿 这个残局 我只能说 七零和亮亮打得太完美了 对 可以看到亮亮在第一时间 觉察到对方转A去的时候 很快的就是 利用高暴 闪光来拖延对方的一个角度 然后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站住 七零虽然五滴血 姗姗来持 但是最后 他完成了那个残局 完成了残局 这个 真的我只能说 嗯 亮亮和天零这个团队打得太好了 关键我刚才想 呃 戴萌可能上的有点着急 太着急 他完全没有队友 虽然说他 一换一换掉了一个 但是 没有补枪的 对吧 你这个是 刚才说 你做潜伏肯定要是 这个打配合嘛 团团游戏肯定讲最早就配合 是 然后这样的话就等于是给了A技 就是亮亮一个调整的机会 完成了一个三杀 如果刚才等队友别着急 一波上来 我觉得 你刚才A技那样这个情况 你只要亮亮被补 第一时间被补掉 那七零那个五滴血怎么玩 是 太着急了那一下 嗯 好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 赌队的 这边的巨峰方向 雷暴第一时间没打掉 A区的重防啊 这边VV要遭重了 亮亮这边再次完成一个双杀 最后绝技补掉区外 8比3 呃 现在场面的局势有点 有点有点 hold不住了VV这边 8比3 A技在哪一分就再点了 是的 哎 那真的不管是赌点 你看又再次赌点 又来又冲 对 他不管是赌点还是残局 现在A技总是能把握得很好 就现在感觉就 比赛在他们手中掌控着 对 而对VV来说现在就有点 摸不清头绪的不知道该怎么玩 嗯 而且 我说呢 还会犯一些小失误 是 H继续的定前 那基本上就已经把 进攻空间压缩在中和B 但防守队员其实在心里面就放松多了 就不用想太多 反正他们就在这一带 盯紧自己的准心 随时准备开枪就好 这局 VV应该是 要选择慢打 嗯 哦还是这个位置 哎 伊文很爽啊 这一下 哇 亮亮一换一 伊文抬头抬 伊文抬头抬 被白了还被炸了一下 对 那我A区怎么办 我看 绝技这边回来 哦呦 直接没有秒 不讲道理 还好去外补枪很快 嗯 那这时候不知道是 是否发现雷包啊 就是在阵亡三名队友以后 呃 V站在这边不少 继续差点 因为知道你这边肯定还有人 是吧 就卡呗 但是如果卡一会的话 我觉得 AG站的可能要露头了 露头看看你再不担 肯定要判断一下吧 B应人少 是 哦 然后这一下我们发现 李斯坦是直接拿AK跳了下来 但是被莫莉给补掉了 嗯 只剩下七零了 江湾应该很明确了 潜伏这边肯定 抱团要去 打B 走B打B了 嗯 七零这边也赶你回来会防 哇 应该是赶上了 赶上了第一时间 架好枪 看一下橘神 哦呦 看了一个什么架枪 漂亮 这一下包被打掉 没有跳上包点 然后再很老道的收一下中路 哎 七零怕中路这边藏人 好 那这样的话雷包是已经上去了 看一看七零怎么处理这个一个 去绕后 想法还是不错 但是时间似乎是有些久 可能对手已经反应过来了 我并没有反应过来 还是一个侧身 先生科闪拿大炮 看来七零 我不用换子弹的吗 手枪 哇 七零是想要大炮来解决 一炮就一炮 就一炮 呃 四比八 哎 这边看到 唯一正好把包给中了 是 应该是要抢下一代 要去找对手拼枪 来 看一下这一波 哎 一文换到了一点 并没有出来 七零开了一下 啊 感觉七零还要来打 嗯 果然你看 七零 来到了 这边 我感觉七零可能要拉出来 跟巨枪了 嗯 哎 开局把包都丢到了 家里 应该是要慢打的 嗯 这边中路再找机会 都点错的比较细致 要送队友上吗 直接死人是 一起摸B 嗯 必须有前领的 如果这局 从B打出去 探断不好的话 很可能是腹背受敌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的 就看他们你看 我 你看李斯兰这个卡着 然后 B前领还有阵子 这下有些 难受了 第一时间被打掉 宠儿要出来补枪 那就出一个闪光牵制 应该是 哦 又是李斯兰 第三个 差一点 还要打 哎呦 真的是拼哪 这样必须要上 对 但是进攻位置 是全部暴露了 看一下 一分那边打掉魔力 两个 三个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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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歪有点刚啊 哎看到看到 没看到绝技吗 哇被窜杀 9比4 AZ这边是率先拿到了赛点 最后一分 哇 这个 感觉 AZ 现在已经是看到了胜利的 曙光了 是 赶紧结束吧 我觉得非常比赛 其实前期跟他来说是一场折磨 哈哈 当然对VV台说现在还有最后一次希望 能不能把比分追平 关键了这一下 哇 七零是直接抬炮走了出来 这个时候七零 也是打得很奔放 嗯 这波是摸一下B区 A大也前顶 中路也全部前顶 那这样的话 已经完全锁定 VV战队的一个进攻动向了 完全锁定了 对 就在B点 对已经锁定在B区了 我们看到A大这边也是过来 然后中路迅速的回防 对中路回防 但是李斯南被心里拘了 被拘掉了 这点尴尬 哇这个高爆不错 扔在脚底下 然后看一下 这就看蛇哥了 蛇哥一人在包点 能不能守住 被打掉 看一下回防 三打四 这个烟雾是有点 让七零难受啊 对 这个视野被封的 那没办法可能 要扔个闪光拼手将了 好 一门悄悄的摸到了奥槽 这边 哇这个闪光是闪住了自己 对 其实好像隔墙之隔有一个 一枪之隔 哇 这边被崇尔打掉 一个双杀 三个漂亮 三个 崇尔这个 这个 参举啊 只要得一个非常有力的位置 截至弯成一个三杀 对 有逼我 这个枪法真是不是 不是吹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VV战队还是 不错很顽强啊 人说被对手拿到了赛点 几个赛点 还是要一分钟追 哎呀这个伤啊 这个伤啊 这个有点伤 哦 赶紧往前走 我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绝技赶紧往前走 对 不然就直接炸死了 对我觉得可能我们的玩家 可能一般看到雷赶紧就往后躲 对 我看到我们接下来观察很仔细啊 哎看高宝来了 赶紧往前走 绝技这边只有4HP 不过 刚刚上 几颗高宝也是把V战队 戴尔蒙和宠王都炸残了 对 而且是他们两个的主要火力点被炸残了 这边很大胆啊 A技第二时间要去摸 但是不知道 戴尔蒙这边是在 哎呀 哇 蛇哥这样也行 绝技这个四血啊 这瞬间 刷二瓶 这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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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HP第一个绝技竟然戴尔蒙第一先没有秒掉 而且并被绝技给杀了 李三顺势上来接 三杀 哇 我的天 这没办法 这没办法 好的游戏结束 我们恭喜A技 战胜了VV战队挺进季后赛的四场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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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推荐 推荐 其 Meu